楚大师,有您这般人物,本次鼓舞大会第一名肯定是江城了 那要看有没有不服的人了 我秋云国际,愿为楚大师马首是瞻 以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昔 是你啊,那人在餐厅不是很嚣张吗 之前是我悠眼无珠,没认出您的身份 还请您打人不及小人过 只要您肯原谅我,我愿意将千万资产奉上 我倒是可以放过你 不过那些被你凌辱迫害的少女们不会答应 你怎么知道,不对,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不懂,你们集团私下里强弩少女,做着不堪的勾当 这样说,你听懂了吗 你胡说,那些都是江湖谣言 这个,就是证据 空老大,给大家看看真相吧 是 求求您放了我们吧 放了你们,谁来给我赚钱呢 哈哈哈 秋总,这一批是送到明珠市的,您看什么时候出发 不急,先让我验验祸 不要啊 没想到秋林原私下里竟干着这种勾当,真恶心 心术不如的东西 楚大师快狠狠教训他 事已至此,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楚义,我除了上次在餐厅得罪你,其他时候你我肃无往来,你为何要置我于死地 这是你前世欠我的 前,前世?你这个疯子,疯子啊 徒劳,救活呀 大难临头各自飞 秋少,你自求多福吧,老夫我恕不奉陪了 老家伙,你为虎作伤,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休想逃 楚大师,求您饶了我吧 秋云集团,我都可以给您 还有我所有的资产,只要您放过我 你的赃钱,我看不上 不要,不要啊 前世我所受的屈辱 放开我妹妹,别动她 楚夜 把真事放心不下你们哪 今天,一并还给你 剩下的事情,罗师傅你着情处理吧 我还有其他事要办,先走一步 是 恭送楚大师 罗先生,周某愿意归顺楚大师 罗先生,我也愿归顺 唉,楚大师这次是真正暴露在众人面前了 不知道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轩人打波呢 你我二人不打不相识 今日你先回宗中 过去时候,我再与你联络 是 离开之前,在下有仪式向您禀报 什么事 一年前,我无意间发现,灵海市有一处地方,灵气波动很是不寻常 灵气波动,难道是上古遗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在下实力不济,不敢贸然进入 您若有兴趣,可前去探查一番 灵气中经常有仙气产物 若是真的,那我确实有必要去一趟 楚大师,那在下就先告辞了 去吧 这边的事解决了,但总感觉忘了点什么事 到底是什么事呢 喂 楚夜,你这连续下班七天了,你人呢 原来是忘了上班啊 院长别急,我马上就到 前砍干阵,驯离昆队,此处便是生门 忘了,继绝 果然如此,此地灵气波动如此一场,看来就是侯爵所说之处 楚大师,楚大师,您怎么来灵海了,也不提前通知我一声 我好派人去接您呢 你是 上次拍卖会,您和忘雪一起来,还是我接待的,您不记得了 嗨,原来是你啊,我就是来这儿随便玩玩,你忙去吧 这酒店是我家的产业,您就在这儿住下吧,上次拍卖会上对您多有冒犯,您就给我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我正好有事要问你,这家酒店的东南方位可有水域或森林 东南方位,确实有一个大水滩,但因为太过奇异,所以并未对外开放 奇在何处 那滩水分为两层,上层十分滚烫,下层却是阴冷无比 我们请了好几批专家,也没研究出个结果来 有意思,带我去看看 好,大师这边请 诶,楚衣,您怎么在这儿 这声音,好好说啊 咱们又见面了 好久不见,听说之前那部电影祝你得了引号,恭喜恭喜啊 这还不是多亏了你 这回有空吗,我有事情想找你聊聊,咱们换个地方 诶,这 楚大师,您先跟姐娇姐去吧,等您忙完了再叫我 好,那过会儿先 没问题,没想到连大明星都这么主动 楚大师不愧是纵横江南省的男人哪 你是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啊,其实也算不上是麻烦 只是我觉得是有蹊跷,所以才叫你过来 不久前公司新聘请两个外国武师跟我合作拍戏 然后呢 他们放工离开片场之后,总是不见踪影 还经常向我打听临海的地形和周围的古迹 听起来像是行走的五十万啊 他们现在在哪儿 就在这个房间里 好,我先来探探底 许念,开 这二人周身有内心防处,应该是级别不高的武道修正 楚大师,怎么样 别急,我来会会他们 王导,你们华国武术太过绵软,远不及我们西方拳击 再过不了两年就会被彻底淘汰 西洋拳才是最强的 您说的对,这部戏还要二位多多支持 来,我敬您一杯 哈哈哈哈,王导客气了 真是可笑 这年头,土鸡挖狗也敢口出狂言了 就你们这样的货色,也敢妄议我华国武术 哪里来的臭小子 楚大师,这尊大佛怎么在这儿 废话少说,既然你们瞧不上华国武术 那就来过两招吧 哈哈,楚大师,您别生气 刚才都是王导在开玩笑呢 哈哈 李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两位可是我请来的高手 既然他不服气 那就过两招,看看谁更厉害了 好啊 呵呵,你这种主动上门送死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我把话放这儿 三招之内,我定赢 哼,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真正的,华夏国术 雕虫小技,看我用肉身反振 你不死,也得走 你怎么样 还好,要不是有护体真气 我的肋骨就断了 燕汁,这下怎么办 没事,交给楚衣就行 他们是我花重金聘起来的大师 你,你竟敢伤他 大师,他们还不够格 好